黄文锦 去了去了出发了 加油 完了 遇到硬茬了 太难了 提出你现在内心最困惑的三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我 因为我也是唱跳类型的 然后我也做不了练习生 你年龄多大 是你的姐姐 那肯定是我姐姐 你觉得 我会被你打败吗 我来到这里肯定是要打败你的 你好凶 你参加过一些比赛吗 舞蹈或者是Rap 其实没有 对我身身特别白 白纸 好的 好我了解了 对 我非常了解他 所以我会选择他 就像一个动物园里一样 只有能活下来的绝对是老虎 影子选手锁定已完成 我有点害怕了 非常的残酷 但是没办法 这是个比赛 我们要开始战斗了 没有关系 我今天穿左就是面子女 就是那种 很不好惹的那种 早知道穿凶一点 看到我这个装扮肯定是 你这个弱弱的小女生 你就是不太好 没有压力 咱们主打一个运气 就是安全 冷静 接下来 最后四位被选中的幸运儿是 黄坤 黄坤 不可能 施恩 黄坤 黄坤 我今天妆容奇效果 迪娜 以及 是我 周均宇 李浩宇 好可爱 两个小朋友 不是我 为什么 我好郁闷 我崩溃 我破房 我想谁抱这个节目主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第一回合就是得打 因为我想要赢 因为我之前听过你的歌 我觉得是有可替空间 你的唱歌风格和我挺像的 但我还是可以呈现出很好的效果 我认识你也是一个歌曲作者 我认识你也是一个歌曲作者 所以 我觉得我们能比较选择 比较选择 但是 我希望赢 所以 好远 那 你是觉得我唱得很一般吗 柔转 你 你好 你好 你刚才认识你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接受你的挑战 午台剑吧 晚安 玩起来 OK 会的 我的胜率是100% 所以说我觉得施恩加油 六组影子选手锁定已完成 同时被锁定者各选择了一名在线选手 组成了六个三人对决小组 比杨欣 选的是文文哥 妙沙 川崎 你腰顶我 此外 剩余在线选手自由组队 组成了三个双人对决小组 真的够了 神仙打架了 人家不我俩吧 咱俩同一样 完全没可比心的两个组合 期待各位玩家在音乐发布会现场的精彩对决 非常紧张 对于舞台的尊敬和敬畏感 兴奋中带着些忐忑吧 因为谁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我必须得是九十分以上了 我在私下都已经做足了百分之两百的准备 通关与否 我说了算 突围踢管 神与争争争 我是愈强则强的人 越有竞争力的对手我会越兴奋 我虽然是影子选手 但是我一定是要变成永远站在舞台上的人 打败弟弟 现场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二 就这样把你征服 我一定不会认输 大家好 我是回收站的副站长 那不算 通关与否 我们说了算 什么 这么算 我是突围大玩家 今天我们来是突围踢馆的 祝你们好运 那脚 准备好了吗 反正输了不要哭 好 请问何阵长呢 何阵长 别吵别吵 变费为宝 水总来了 在那儿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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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回收站 我是你们的何阵长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回收的意义就是给予再一次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收有趣 舍弃无聊 我宣布我们的回收站发布会正式开始 欢迎 欢迎现场所有的玩家 来到淘宝独家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 淘宝可以逃出一万种生活 让我们先感谢来自湖南省长沙市 湘江公正处的杨婷婷王一曼 本季节目 派青年们将经历六场音乐发布会 最终诞生六位派世代音乐代言人 共同组成音乐六边形战士 当前来到第二关回收站音乐发布会 本场为突围追击战 共进夺16张通关券 18位在线选手与6位突围选手 分成三组双人对决 六组三人对决 三人对决中突围选手与锁定选手 进行一对一对决 胜者与另一在线选手 进行成绩对决 突围选手若挑战第一人失利 直接离线 若挑战第二人失利 则进入待机 每组心跳值最高者 将获得优先通关券 所有未获得优先通关券的 待机选手 根据个人心跳值排名 尽得剩余的七张赛后通关券 赛制很残酷 但是你得接受这样子的残酷 比第一次公演的时候还紧张 毕竟来踢馆的选手 也都很厉害 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是想要拿第几名 起码可以进签试吧 我的目标是前九名 想赢成为一 想赢温兆姐 要么第一 要么最后一名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我要给自己得一个没有遗憾的位 肯定是想拿到那张通关券的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 第一位突围选手 她是谁呢 勒依 勒依 沈勒依 大声音乐 小玩家们大家好 我是沈乐依 今年二十一岁 欢迎大家来到派世间 这气场 我选择的对手是李浩宇 梁哥 我爱的女人要开始PK了 亲爱的浩宇 请你不要做那个唯一走了的人 没有 我们都不要做那个走了的人好吗 爱您 那就是让老文走 让老文默默承受这一切 对 接下来 请大家跟我一起 陌路狂欢派对 他超坏 可以 我知道很久了 她的身边的掌控 我非常的有把握 她的台风特别的老练 特别的自古 她太厉害了 她又能唱又能跳 这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哈喽 我回来了 我带着又不一样了 我回来了 这次准备的节目 就是一个疯子 就是有点像间接发疯 但我觉得这个间接发疯 比直接的疯子 会更难演绎一点 其实蛮有挑战性的 好 来 音乐题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 左右手换麦 唱嗨了我就不知道了 一直往台口走 走太多了 没光了 在台上爆发 是一件好事 但我担心我的状态太多 到我自己无法去控制 我的敌人是日常 就连消费 也是在消费失望 就连爱情 对不起 老师 再来一下 我的敌人是日常 就连消费 也是在消费失望 哎呀 咋了 没事 别紧张 还有修改的机会 没关系 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 很高 很严格 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他一定要把这个舞台 拿捏得特别好 真的还挺恐怖的 不好意思 再来一下 我也在对我状态值 打个问号 因为我希望我现场状态 能够200% 回说这个词 对我来说 就是重新顿悟自己 我相信黑暗的尽头 终究是破晓后的黎明 你还听得出了吗 美衣